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西湖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 是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 西湖三面环山 湖中被白堤、苏堤、阳宫堤、赵宫堤 分割成若干水面 西兆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宝树塔 隔湖相应 西湖处处有风景 秀美的自然山水 以及西湖石井的湖光山色 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 淤泥堆积速度很快 西湖书郡成了日常的维护工作 北宋时期 著名的诗人苏氏 对西湖的治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苏氏上书皇帝 由于西湖常年淤堵 杂草已经占据了湖面的一半 请求皇上清淤疏通 皇帝随即动员了二十万民工 书郡西湖 并用挖出来的杂草和淤泥 堆砌了自南向北 横贯西湖二点八公里的长堤 后人为了纪念苏氏 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 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 就是苏东坡 犒赏书郡民工的美食 西湖有着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 和民间故事 最为经典的就是白蛇传 相传在镇江 有一个千年修炼的蛇妖 叫白素贞 为了报答书生 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 化为人形来报恩 白素贞巧用妙计 与许仙相识 并嫁给了他 金山寺的和尚法海 却告诉许仙白素贞是蛇妖 许仙半信半疑 后来许仙按照法海的办法 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 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 却将许仙下晕 白素贞盗取了仙草灵芝 将许仙救活 法海却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关了起来 白素贞却找法海打斗 水漫了金山寺 伤害了其他的生灵 白素贞因为触犯了天条 被镇压于雷锋塔下 后来白素贞的儿子长大了高中状元 到塔前祭母 将母亲救出 全家团聚 西湖的山水与文化实现了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的境界 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 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人们 激情山水的情怀 西湖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 西湖三面环山 西湖的清余工程 使湖中被堤坝分成若干水面 西湖处处有风景 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四堤五湖的格局 许多文人默克在此激情山水 西湖的动静之美 只能身临其中去感受 大家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